因為其實我們這個計畫一開始是希望 因為社區法理協會的阿姨都非常年紀都很大 然後我們認識的都是同年紀的就是年輕人 所以我們一開始的主題是輕盈合作 那有設計有文字 然後我們就想說我們認識一個團隊 就是也是桃園在地很厲害的就是類兒他們 他們是音樂嘛獨立音樂的空間 然後所以就是要完整嘛 就是有文字有設計有音樂這樣 所以他們就加入了 然後幫我們就是幫社區寫一首歌這樣 然後我們他們寫好歌再給社區的愛一唱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世代的溝通透過這首歌 阿姨他們以前是靠編織懂力就是撐起 就是整個那時候的產業鏈這樣 那現代社會不需要他了 然後他不流行了 可是所以我們才會想說 那有沒有方法讓他重新就是 用另外一種形式在現代的生活裡 就被被指導 字幕的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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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本集的節目 我是這一集的主持人瑞峰 好我們大家都知道 就是桃園這個地方有非常多的人文的故事 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到 我們今天就是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關於這個小壞系的秘密 还有我们的青创团队 到底怎么样去活化这个小快西呢 我们今天请到两位来宾 来到现场跟我们好好地分享一下 第一位就是我们的主要的计划成员 就是我们的玉珍 玉珍你好 好 大家好 好 再来就是我们也是团队的成员 好 就是我们的雨天 玉珍你好 好 玉珍我们来简单的跟大家聊一下 小快西是怎么样的一个社区 那当初为什么你们想要去选定小快西 来作为这样的一个主题呢 好 因为小快西是我们家附近的地方这样 然后因为我自己就住在那边 然后我们家世代都住在这一区 对对对 就我们世代都住在这里 所以我们是四居桃园人大家这样讲 对对对 然后也是因为返乡回家念书之后 开始认识自己的家乡 然后才知道有分贵客啊 然后大快西老城渠这些故事这样 对然后小快西就是我对我的一开始的概念就是会觉得它是一个很可爱的名字 小快西对就是好像有种不知道在嘲笑什么的那种 就是很可爱有那种童趣 小快西那一个大快西中快西 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觉得很有趣 然后后来才知道其实是跟一条小小的溪流有关 对对对对 然后如果你问我说小快西是什么感觉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有人情味 然后很具有可以代表台湾某一个时代缩影的地方这样子 古早味的概念 所以当初你也就希望是说透过这样的一个计划 然后让更多人能够了解到现在小快西的一个生态也好 或者是它的环境变貌 甚至它过去的历史一起让大家更了解到小快西这一块地方 那像我们这个小快西的话就是目前它位置的话会比较偏在哪个地方呢 就以我们现在市区来讲会偏比较哪个地方 它其实比较偏在东边的地方 就是老城东边 然后有在朝阳公园跟政府公园这附近 对 就是那一块周遭附近就对对对对 好那我们雨婷也是在这边长大的小朋友 对其实我 土生土长的 合作之后才发现我们就是邻居啊 真的吗 刚刚就从小都住在一起 我的也是世世代代都住在那边 我们都在那边长大 雨婷本身的话是家里就是在那边也是有做开一间 是有做了一间 对对对 是我这三年前才回桃园 然后跟我朋友合伙开了一间餐厅 那在开餐厅之前 其实我有一个自己的工作室 就在餐厅旁边 所以过去已经对这样的一个 是本身就回来之后才会知道说 原来我住的地方有这么多这么多的故事 还是说其实过去就已经都知道 只是说想要趁这个机会 把这一次翻出来让大家看 其实我都不知道 是因为玉珍他来找我合作之后 我们聊天然后去做案子之后才发现原来 我伸展这个环境有这么多故事 所以一开始我们其实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 那这边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先来看一下好了 我们实际上做的话有两个大方向嘛 那有听到说你们这边的话除了帮这边做了一首歌曲以外 你们也帮在这地方做了一个实体的产品 那实体产品其实就像是我们看到这一盒 就是非常漂亮的这一盒 那这盒的话它是里面是什么样的礼盒 就是凤梨酥吗还是饼干类的呢 就是我们在设计这个礼盒的时候 其实我们 就是我在回想我自己买礼盒 我有时候觉得东西吃完其实并没有纪念性 然后有时候只有买有纪念性的东西 就发现没有东西吃 所以说其实我们这盒里盒是一个拼 就是很多元的 就是我们有设计一个叉花别针 然后也有饮料可以喝有叉 汉方中药饮 然后也有传统的美食 然后也有就是饼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是想要让大家就是在外面 买不到一个就是这么特别的组合 然后所有的口味我们都有跟店家就是研发跟特制 就是希望是你只有在这个礼盒才吃得到这个味道 可是当在做这东西的时候啊 应该其实它是个没有的 算是一个没有的东西 没有实体的东西 你们要从无到有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光是要挤出那个构想 应该是非常困难 你们事情有去做怎么样的一个准备吗 例如说去调查那边的一个环境也好 或者是说你们去拜访那边的周遭邻居朋友 好 这样的动作你们过去有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吗 就比如说一开始我会认识小块 其实是于婷跟我说 你知道这附近以前很有名的是斗粒吗 斗粒就是农业在带的那个斗粒 就是阿姨他们以前是靠编织斗粒 就是撑起就是整个那时候的产业链 对对对 然后我们那时候才想说真的吗 然后所以我们就去拜访社区 然后就认识了有一个社区的老师很热情 叫邀老师就是他带我们把他以前过去做的田野资料给我们看 然后让我们认识斗粒阿嬷 就那种八九十岁还记得怎么编织斗粒的斗粒阿嬷 然后我们也是就是开始认识他们 跟他们一起办活动 然后一起就是访谈 然后知道他们这个斗粒不只是物品 其实是跟他们的生命有很多的连结 对然后所以我们才想说要让大家认识这个元素 所以你们有学去学怎么样编这个斗粒 我们有去学 太难了 真的很难编 有学成功吗 没办法编成斗粒 但是我们可以用它编织盘子 它的六角编织 我们就用六角编织去做其他的创作 对对对对 做一个斗粒 因为这样其实斗粒在市面上也真的是蛮少见的 我们不要说使用它的逐渐变少 甚至可能在房间看到这样的手工技术的已经很少了 对 那你们那时候在除了学习这个斗粒之外 你们还有发现到什么东西是 欸这是以前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历史啊 然后你们现在发现到这样还有吗 嗯其实我觉得斗粒 我们在学一开始是觉得还蛮简单的 然后后来是发现其实超紧难之外 我们还发现其实它有很多优点 就是你有带过斗粒吗 对其实我跟你讲 你真的有空自己去戴一下 就是你会发现它很凉哦 它超凉而且它很轻 嗯对 然后而且其实是竹子都很环保又很美 很避暑 就是 消暑 消暑应该说消暑 其实它真的很凉啦 但是它用的场合太少了 对 就是只是因为现代社会不需要它 然后它不流行 可是所以我们才会想说 那有没有方法让它重新就是 就是用另外一种形式在现代生活里就被制造 我们现在的大概都是用遮阳伞之类的大多 对对对 但是过去可能他们一些在重庭的长辈们 他们可能就是带斗粒 对 对 其实才可以尝试看看 对 好 那其实这个东西的话 其实跟我们一开刚刚有提到的 就是在整个设计这样的东西 它是有相关性的 就是我们提到的是斗粒的部分 所以你们也是在整个产品的构想当中 透过这样的实体的物品 就是这样小小块的 这种里面的这种小小块的包装 也有好多在里面的 你们是有添加这样子一个构想 跟元素在里面对不对 是斗粒的元素 对 斗粒的元素 对对对对 不管是产品或是实际的包装设计 都会把这个放进去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包装 其实就是 张国当国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说 你们是用什么样的想法 然后去要做成这样一个形体 然后透过这样的东西 让大家能够了解到 然后你们小块戏过去的一个 大家的生活也好 或者是现在的环境变迁也好 那这样子的话 这设计其实也算是蛮巨有巧思的 从外观看起来的话 我们这样看 不明就会想到是什么 就是一个书本对不对 对对 刚刚说设计的时候是 为什么想要用这样书本设计 那个丽书的想法是郁珍他这篇 他说想要是让人家觉得 丽书这边是 就是一个可以吃的书 可以吃的书 所以是外盒也可以吃的概念 因为就是譬如说你只有 就是我们以前是做看物 然后我们就发现 大家就是只是读完 但是他没有就是很无聊 可是我们就想那你是不是可以透过你吃东西 然后你就会想看文字 想了解这边 那其实是一种逼你阅读 就是你会因为吃东西想要认识什么 其实就是一个书 对啊 边吃边看里面的故事有什么 对 对 所以就是做一个书的 所以包含在配色跟里面的一些样式啊 这都是你们有去想说 要怎么样去呈现出来的 对 因为其实我们里面的东西很多元 那如果每个产品都要呈现它的特色的话 这个礼盒就会变得很杂乱 所以我们想法就是用线条跟色块让它简约 就是传统的东西然后用现代一点的包装 我觉得比较好就是在行销啊 在跟分享年轻人可能会比较能接受的东西 因为我们主要是把旧的故事让年轻人知道 对 然后做成立书这个概念的话 其实这个我们可以看出来这是一个书封 对 所以这是一个书封的设计 那这边就是你当买书的时候不是他都会有 有一些 企划什么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书的概念放在这个里面 然后这个就是介绍我们这本立书的故事 那它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 它其实就可以拿来当真书签 对 所以一整体系列其实就是围绕这书的这个概念 而且就是外面是不是还有一些图案 然后是说明文字等等之类的 就是要让这边上面的话 大概都记载了哪些事情 让大家看到的 这个其实都是我们里面的商品 那我都是用比较抽象的方式去做它 例如说其实这是饼干 然后这是茶叶 但是你单看的话其实你不知道 那你细看之后 你再去对照里面的商品 你就会发现 其实里面有很多元素就是在这边呈现 对 所以里面 就像这个是饼 这个六角形的是饼 对 就是这一楼子饼 对 然后那个是变针 是 其实还蛮特别是我们在 不管在买任何礼盒的时候 其实我们一般来讲就是打开盒装 就开始吃里面的东西 我们根本不会去想说其实它整个包装 其实是有什么的一个意涵在 所以刚好就是你们这样子比较独特 第一眼就会先看一下外面到底是什么 然后我们才会打开拿出去看里面的东西 对 那你们里面的话就是 我们现在现场也有展一些里面的东西 要不然我们来提一下 跟大家分享一下里面会有什么东西 里面哦 这边 其实这上面有 这边 总共有 不敢笑哦 总共有 然后吃的话就是这边是茶 这个是手工饼干 然后还有粒书 粒书的话就是我们团队 跟那个 合作的 夜豪本部 就是我们选用在地的食材 特别去选它的内馅 然后肉干就是我们小快熙的那个 传统的店家 对 对 然后茶也是 汉芳茶也是附近的店家 然后这个是也是在小快熙长大的设计师 这个别增 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这个里面的产品 都跟小快熙有关系 哦 所以这也不是拼拼 随便拼拼拼凑凑的 每样东西都是有串联有关系的 就是如果你凭着这一盒 你可以认识到 你可以在小快熙找到这边所有的东西 对 就只差这个斗粒以外 斗粒就是要自行上网上 自行去搜寻 现在这应该小快熙还有斗粒这种 嗯 你是说有在贩卖这个东西吗 我们不要说贩卖就是说 这样的一个传统记忆的东西 我们还可以找到吗 在小快熙当中还可以找到吗 社区发展协会有它的历史 可以去看 还有它的模型 对 所有的模型展示出来的 他们有保存这样子 你们在规划这个时候 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一个困难 就是让我们 或是让你们记忆比较深刻的 你说规划这一盒的时候吗 对啊就是在想说要 因为这一盒算是今年才有这想法说把它做出来吗 对 今年在规划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或会让你们印象很深刻 就比如我先讲好就是 其实看似很简单 就是食物然后别针跟盒子嘛 可是因为盒子有很多种形式 然后也有很多种袋子 然后就是还有你要几个分量等等 其实我们这个 应该是有一百种就是白发 就是我们其实换了好多 测试了很多 我试过很多 就买了好几种 十几种 有没有过程这样子不会想要说 啊我想做好累啊 就 对就是 什么原因让你们就想要 好我一定要撑下去把它完成出来 嗯 因为其实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啦 因为我自己做设计做得蛮开心的 对啊我自己是蛮开心的 对 那因为我以前是写文字的嘛 我们就是想办法把 A加B加C写成一篇文章 可是我没有试过把 食物加食物加别人 这种 这种组合 对 所以对我来讲会是一个 很新的说故事的方式 所以我就觉得蛮有趣的 就是 不管结果怎么样 都整个团队在一起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就是享受那个过程 对 可能失败很多次 可是还是把它完成的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种漂亮的一个作品在这边 对 其实主要还是因为 我们量比较少 还是数量的问题 然后包装盒啊袋子啊 然后里面的小包装啊 这些都是问题 就是数量 就是还没有办法量产 或是说更精致 或是什么样去 自己开模 对啊 这就不要是我们的一个体验 这是第一次的 尝试 对 所以很希望被大家认可 因为就会觉得有动力在做二版三版 或是 就可能你们之后规划也会想说 就是透过这样 然后再进化 再去做成一些不同的东西 让大家知道小块钱 我们出版后 我们就是有第一波就是 真的都是送给不同年龄层 还有朋友去 去尝试 然后都有给我们很多建议 然后我们就会很想 就是 再再 就吃了有没有留恋说 这就是我 小时候阿嬷的那个感觉 是这样吗 就他 对啊 就是不一样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好 那我们除了做这样一个礼盒之后 再来就是我们要提一下 就是你们也有为这样一个社区做了一首歌曲 我们简单的聊一下这首歌曲 它的来源是什么样子呢 那过程制作过程又是什么样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因为其实我们这个计划一开始是希望 因为社区发言协会的阿姨都非常的 年纪都很大 然后我们认识的都是同年纪的 就是年轻人 所以我们其实一开始的主题是轻盈合作 那有设计有文字 然后我们就想说 我们认识一个团队 就是也是套原在地很厉害的 就是Layer他们 他们是音乐嘛 独立音乐空间 然后 所以就是要完整嘛 就是有文字有设计有音乐这样 所以他们就加入 然后帮我们就是帮社区写一首歌 然后我们他们写好歌 再给社区的阿姨唱 就是我觉得是一个世代的沟通 透过这首歌 就是他们也很喜欢唱歌 阿姨们也很喜欢唱歌 所以这首歌不光是你们团队制作 其实也有找了在当地的一些 里民朋友们一起来去共同制作 那你们在写这个的话是算是 歌曲跟词都是由你们这边团队写的 就是对 曲是Layer这边帮我们做的 然后他们 因为我们那时候就说 我们想要那个曲风可以 就是文清一点 对 因为我自己很喜欢那个智宁 吴智宁 然后我们就是说 吴智宁的曲风 然后给阿姨们唱这样 就是一种逼他们 就跟我们沟通的感觉 对 然后词是我们也是因为 就是之前做的田野资料 然后就是找朋友一起写这个词这样子 词的话其实它里面的话 真的是意义蛮大 那你们在写这个词的时候是有加什么样 透过什么样的 加入什么样的元素进去吗 加入什么元素进去吗 譬如说就是我们有一个很 一句话很洗脑嘛 就是那个什么 水咖嘞跟笑咖嘞 其实就是我爸妈 我妈妈很爱讲这句话 然后我后来就是很意外 我在写会的时候听到 就是长辈他们好爱讲水咖嘞 就是 对是什么他们都能讲这一句 结果就想说 诶怎么会他们也讲这一句 后来就觉得 诶如果把它变进歌词里 就是还蛮可爱的 对 然后 所以就变成那句话变成超洗脑的 对只要你听过一次后 水咖嘞跟笑咖嘞 你就把这个常常提到的就是 可能大家或是长辈常提到的词 然后把它拉进来 对 然后我们也是国台语这样子 嗯 就是看来比较年轻 这首歌会比较年轻一点 哦 这样这首歌的话 那时候歌名成功的叫什么 你们把这首歌曲名叫什么 那首歌也跟这次的主题很搭 那时候其实歌是先写好的 它叫做 就是一本好色 就是 跟书完全就是都在一起这样子 对 哦 所以这个的话 现在其实要听也可以听得到 都放在网路上让大家听 对对对 哦 那你们在做这样的话 你们之后就是有到就是 有去给大家去听过 就是说你们完成这首歌曲 然后有去回到 给当地小快熙的一些居民朋友也好 或者是 长辈也好 有让他们去听这首歌吗 他们听到的话 第一个印象是什么 他们不好意思 听到自己声音 第一个合音就是 哦 真的很不好意思 因为他们还有做 我们还有做影片 哦你们还有做影片 对 影片是说要做什么样的那种 嗯就是 MV吗 呃我们那个影片是因为 就我们其实进这个社区两年 对 然后就是我们团队的成员 就是其实就是伙伴 他们都有 都会带相机记录 平常他们的样子 嗯 然后就是我们有点像办记录式的 就把他们的画面剪进来 再录歌啊 再把歌贴进去 然后后来才发现就是 其中有一个 阿姨 阿婆 80岁的阿婆 就是她过世 嗯 然后可是我们这样有剪到她的画面 这样 我们还是觉得还蛮感动的 你们这样一个计划这样推动起来 大概有两年的时间 嗯 那其实这样这两年的话 我们来说说看你们 这样子接触这两年的 一个活化的计划好了 你们有什么样一个心得 或是你们其实这两年投入之后 发现到看到什么 来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 我们先从玉婷这边开始 我觉得 因为我是回来桃园嘛 那其实我其实 对文化这些东西蛮有兴趣的 所以我做 就是他们做文字 我专长是设计 然后我觉得发现 主要是认识在地 就是你从小在那边长大 可是你却不知道这些故事 那我觉得那些故事其实是很吸引人 就很吸引我自己啊 别人我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 来找我的 像我自己开餐厅嘛 那我就可以跟客人再分享 这个在地的故事 例如说因为我是餐厅 蛮多外地人来的 那我就会跟他说 其实这以前是什么啊 是什么 然后他们就对这边 不只是来吃东西 然后还有周遭的环境 周遭的商家 这些 所以你自己有不会觉得说 想要了解 但是还想要了解更多 然后就想说 会把过去的 然后再串凌到今天 然后整个把它抖起来 就是让故事去流传它 对 然后我是希望透过我的设计 然后它的文字 然后我们一起做这些事情 本身的话就是学设计吗 其实不是 我是大学 其实我是读参旅管理 我是研究所之后才去读设计 那也算 对对对对 后来才走设计这条路 设计其实还蛮视觉的东西 其实它可以透过一些图像的东西 让大家更能够了解到 你所要述出的事情是什么 对啊 而且我觉得 比较传统的东西 怎么用新的设计去包装 我是比较希望可以让年轻的人 知道这件事 因为就是在地的长辈们 他们其实知道 那怎么去分享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对确实我们就是在变 时代在变 然后很多东西 我们早期可能只能透过那种 书本 纸本 然后文字 是记录的东西 可是这东西渐渐的其实就被现在网络所取代 那其实相对的话 用这样子一个比较显眼的东西 比较实体物品又可以吃得到的 对比较 一拿就觉得说 哦原来我吃的东西是哪里来 它是什么东西 对至少在吃的时候会犹豫一下 不会说一开就吃 也不要让它的 太变成传统的离合 对 就变成 现在这个就有点自用 自用或是送人 都是非常合适的 送人还可以讲小怪事的故事 对还可以有小怪事 哦真的蛮不错的 那我们的余蓁呢 其实我觉得做下来两年 我觉得最有趣的其实是 那个亲盈之间的那个 跨世代的狗头 我觉得很好玩 因为譬如说 其实我觉得台湾传统的东西真的很好 可是就是 美学就是不太好 对这些不太好 可是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 就是有办法做这件事情 就是把美学上设计 或是用音乐把好的东西就是重新再做嘛 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是 就是我觉得很有动力的 然后一开始会做这个 当然是很希望有一天 就是可以行销国际这种 越在地越国际这种概念 对 就是会希望让大家认识这个城市嘛 然后 就这件事情我一直都觉得很有 很有动力 然后也很开心就是 就是有很多的人 就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啊 就是大家都愿意 其实发现蛮多年轻人 愿意 也想要做这件事情 对 可是其实现在很多就想我想做 可是我其实不知道该怎么做 就是一个方向来讲就 我没办法说 开头 没有个很好的开头 我就没有办法继续做 或是像 就是 我做到一半 可是我可能啊 中途就放弃 我不想做 就会变成这样 所以那你们在沟通的时候 都是用台语沟通吗 你说我们 你说我们不意思吗 就你们在做 咨询这个案子 可能会 会跟一些李明啊 来做互动吗 对 那就会用到台语去沟通吗 我台语蛮好的 他台语可能还好 我觉得我会讲 我很会听 那你们连歌曲都有加入台语的元素在里面 但就是很协会的那个沟通的 那个阿姨非常的愿意跟我们合作 对 就是他们的年龄层很广嘛 就是可能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岁都有 对 那可能就会是五六十岁的出来做那个 两边沟通的翻译 就是 因为有时候国语有些字 我就是我觉得我用字太文雅 我还是就是太口 就是不口语 所以他们会帮我反映成台语很到位的 然后我觉得就是慢慢就是拉近彼此距离吧 他们也觉得台语讲不好很可爱 对他们就一直笑我这样 对我有一个很奇怪的口音这样 对 那这样子的话你们团队是有 目前主要核心成员是有四位 对 那MOM姐让我们介绍 那剩下的话 你们是怎么样去做分工 怎么样去做协调说 那每一位是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呢 对 那是运用他们的专场也好 或者是他们其实在过程当中 然后你们就慢慢去协调出来 能不能讲一下就当初你们团队 怎么样去撮合 怎么样去执行 这样子好 一开始就是我嘛 因为我是念中文系跟传播学院的 所以我就是比较会规定很多 就他们说规定很多 对他 对那个想法很发散 对 然后我们另外一个成员惠如 负责把他的想法同证 就是收紧 就是负责被打架 对 他的想法飘出去 然后再把他捡回来 对 然后飘出去 就是我可能会提供他们100种想法 然后他们会从这里面去挑出 两三个真的可执行的 对 可执行 那 真的还蛮辛苦 哈哈 他们就是这样 然后我负责就是设计跟视觉的这一部分 视觉跟设计 因为他执行能力很强 就是他常常就跟我们说 那你们赶快这个什么 然后我们就啊 就是现在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 他能有执行的练乡 然后就是在跟其他成员 就当然听到是第三位 那还有一位 另外一位是 就是他们是累了嘛 所以他们是一个合作的 对 但是他这一次真的帮助我们很多 关于音乐的部分 因为我们完全不懂音乐 对 你们会不会刚接触就觉得很痛苦 因为我们以前跟他们也认识蛮久的 就是也跟以前做计划的时候 也跟他们有认识 所以这一次都是因为以前做过计划 然后大家都觉得想要在一起工作 然后才就是一起做这件事 嗯 那这样子的话你们当初这边 这样已经两年 已经有这样的简单的一个 算是很有成就了 我觉得其实你们完成了很多事情出来的 你们对于后续的发展 有没有想要更 什么想法 或者说想要更期许自己能够在这样一个社区的服务上 有什么样的一个进化呢 我的部分的话 因为其实我觉得我蛮专注 因为其实一个社区要让人家有印象 它要有特色 所以我希望可以专注在斗笠这件事 就是把这个斗笠做出来 就是让人家知道 哦原来这边就是斗笠装斗笠纯 所以我自己会觉得 嗯要有重点的特色 然后去发展它 所以可能之后就会有研发出更多的斗笠冰单 也不是就是让人家有这个斗笠的故事 但其实 就是斗笠背后的人 我觉得比它更重要 但是只是要让人家知道印象 就是斗笠至少让不知道人先知道有想象画面 那知道斗笠之后再会想听背后人的故事 先去吸引他们的 至少不要让大家遗忘了斗笠这个东西 然后斗笠是一个媒介让人家知道这个社区 然后让后面的后世代的年轻朋友们 能够更了解到说过去的人是什么样的辛苦 现在就不要忘记了这块 对 没错 那后面对有没有什么奇迹 因为就是后来我发现就是 商业模式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然后所以我今年就是就是有进修 我就念了一个商学院这样 把我们学校打广告 就是对对对就是念了一个商学院 然后其实是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可以在地方发展的商业模式 然后可以把就是地方活络 因为我觉得才会永久下去 就是这是那个计划的宗旨嘛 你要怎么永续 其实不妥的就是商业模式 是 对啊 会持续下去 对对 所以就不会放弃你们今天就算这样子 还是会持续的去让大根能够了解到小块鞋这整段 嗯对 最后呢就是我们 这边的话我们做这产品的话 哪边可以去购买它 对你们有上架到外面四间一般的那个超商也好 或是你们上架到哪边平台去 哦我们现在其实是以网路平台为主 哦以网路平台为主 对我们有上架那个Pincode的平台 然后可以搜寻就是陶陶陶陶陶 然后或是隶书这样子对对 然后就可以就是买到这样 然后希望大家给我们一个支持 就是就代表你们支持这个概念 支持这个理念这样 然后我们会继续再投入下一次的改进这样 嗯好 好其实我们刚才又听到两位就分享这么多 他们过去啊在地的一些生活也好 或者是他们为什么要去做小贵西这样的一个火化 甚至呢把我们产品都搬出来给大家看到 如果大家对他们的产品有进去的话呢 也可以多多支持他们 给他们一些鼓励 让他们创作出能够更多更多 能够挖开这些过去渐渐夸被遗忘的这些历史跟记忆 好那最后呢我们非常感谢两位呢 就是我们的玉珍还有我们的玉婷 来到现场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好那我们这一节节目因为时间关系到这边结束了 那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一次再跟大家见面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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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